第二十二课 阅读与思考 课文 阅读与思考 很多家长可能过分强调阅读的作用 觉得多读书就能够把作文写得特别好 这个观点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我们需要转变自己的观念 我曾经听一位美国的小学老师说 他们十分重视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 比如他们讨论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 还讨论过灰姑娘的故事 老师讲完故事之后 问同学们 灰姑娘一旦进了这个王宫 成为王子的心上人 她的梦想实现了 一切幸福都属于她之后 这时她应该怎样对待她的继母 应该怎样对待她的两个姐姐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交换 老师和学生通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时 一个已经拥有巨大幸福的人 应该原谅和理解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另外还要承认人性中一些先天的不完美 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 在自己的亲生女儿和不是亲生的灰姑娘之间 难免会更疼爱自己亲生的女儿 很难完全平等地对待他们 可能你觉得继母很自私 但这种行为有自然倾向的理由 与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 自从我听说了这件事 就开始思考应该如何阅读 除了阅读还应该做什么 你看 这个老师在讲童话的时候 已经在有意识地把这种情感影响 甚至把人性的价值判断都给了孩子们 如果只是单纯地主张阅读 而不强调思考 那是片面的 知是两个字 我始终认为 它是要分开来谈的 知就是知感 实就是认识 所谓知感 就是别人告诉你 说给你听 要求你记住的那一部分 但只有这一部分是不够的 还要有认识思考 声词 过分 强调 作文 观点 客观 全面 转变 观念 火柴 灰 一旦 一旦 王公 王子 属于 对待 交换 拥有 巨大 承认 人性 人性 完美 难免 疼爱 平等 自私 倾向 理由 道德 自从 同化 同化 价值 单纯 主张 质感 专有名词 卖火柴的小女孩 灰姑娘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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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以此 人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